我覺得很開心的就是 一路以來很多歌迷朋友支持 然後呢不管是我的歌唱 我的簽唱會我的演唱會 我的戲劇都有一群很始終的歌迷陪伴 到我們今天 因為我覺得十年 第一個歌迷要追星追十年也是一個 也是一段要堅持的路 對然後呢我們在這個圈子做一份工作 你要堅持十年是不容易的 對那我覺得很開心這些種種的累積 讓我的工作都非常的順遂 然後也很感恩所有曾經幫助過我的人 讓我一直堅持到你們現在 嗯嗯嗯嗯嗯 那聽我你剛剛的心路歷程和你的分享 我們今天有一個小小的考題又給你 好 對我們今天考題是 等一下在那個木的後面 就是你現在看到那個白紙這邊 木的後面 會有我們的就是我們家伙的孩子 那他們會展現他們的才藝在幕後面 就像剪影人這樣 那你要猜猜看他們的表演是什麼 他們的表演是什麼 沒錯 好那讓我們來歡迎第一位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叫小慧 小慧 小慧你今年幾歲 我今年十六歲 十六歲 好那請你做一個動作 讓我們來猜猜看你的才藝是什麼 那請問你猜猜看這個是 這是個高難度的猜測 這個猜測蠻難的喔 對 這個才藝叫做 瞬間移動吧 他可能移到旁邊又馬上回來 他是不是要趁一下 那小慧你是瞬間移動的技能師嗎 當然不是啊 當然不是 那再換個動作讓我們猜猜看好不好 有一個連續動作 有一個連續動作 感覺是一個舞者的感覺 因為他剛剛跳舞一個FU 一個律動的感覺 是嗎 小慧你是個舞者嗎 不是 也不是 整第一題都這麼困難 真的 真的 你這樣考到了十年 可不可以再來一個提示 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 這又是個連續的動作 有一點難 來一點音效好了 呃 感覺呢 像是model在擺pose 所以你是個model嗎 不是 也不是 這個是整人節目嗎 哈哈哈哈 我們是溫馨談話性節目吧 我們是溫馨談話性節目吧 對我相信這個溫馨談話性節目 應該不會到整人的這個程度 你再猜不出來 我就覺得你在整我了 就是你想把我們變成人性節目 他應該是一個喜歡唱歌的朋友 然後很喜歡吃燕姿 然後很懷念過去 哈哈哈哈 能猜的都猜了 對都猜了 那小慧你是個歌手嗎 你在想 我也是歌手 好 那就讓我們來歡迎小慧 小慧 好 哈囉 哈囉 你好 嗨 所以你的才藝是唱歌是嗎 呃 是 唱歌真的在屏幕 太難表現 對 他很努力 他很努力了 他也不希望把我們變成人性節目 你知道 對 但是就碰巧就是 所以小慧你希望以後當成為什麼樣的 呃 我希望我可以成為一個全方位的藝人 全方位的藝人 啊 那學長來這邊就來對了 等一下可以好好的請教一下我們的學長怎麼成為全方位的藝人 好 好 還有下一題呢 你以為這樣就沒了 還有下一題呢 其實歌手真的很難表演 真的 真的在屏幕後面我都不知道他怎麼表演 對 喜歡唱歌 那剛剛你有一些Pose是 感覺是在邊唱歌變白Pose的感覺嗎 對 就是唱歌的一些手勢啊之類的 所以你會邊唱邊跳這樣 呃 希望可以 嗯 嗯 雲全方會藝人嗎 這都要會 對 好 那讓我們來歡迎我們的第二位 好的 好的 那請問你叫什麼名字呢 就是一個 我叫小三 小三是不是 好 小三你今年幾歲 我今年十六歲 又是個十六歲 好 那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動作 讓我們猜猜看 你的才藝是什麼吧 結束了嗎 哈哈 是結束了嗎 好像 他好像結束了耶 好像這樣就要猜了耶 嗯 他的才藝應該就是 嗯 當交通指揮 站在那邊不動 所以你的才藝 他有慢交通 有慢交通 所以你的才藝是當交通指揮嗎 不是 那可以再一個提示嗎 對 欸 我又在懷疑這個是個整整 不是整他 就是整我 哈哈 他這樣子手舉起來 舉高手的交通指揮嗎 嗯 左舉起來 難道是健身房嗎 練肌肉的嗎 啊 運動員嗎 運動員嗎 你是運動員嗎 不是 也不是 真的 再一個 再一個提示 喔 喔 這個動作連續動作多了 感覺是舞蹈 跳啦啦隊的 哈哈 所以你是個啦啦隊舞者嗎 不是 也不是耶 這個連續動作跟剛剛好像嗎 還是你也是歌唱的 還是你也是歌唱的 快猜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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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感覺就是跳舞的 感覺就是跳舞的 喔 所以你的才藝是跳舞啊 對 答對了 好 讓我們來歡迎我們第二位 小生 知道 知道 聽 encour 好,我們謝謝小山 來,小山請坐,請坐 小山,你以後的夢想是想要... 很喘是不是? 你需要喘一下嗎? 他們一個職業的舞蹈 職業的舞蹈 嗯,很喜歡跳舞 都跳什麼樣子的舞蹈? 街舞,然後各種舞蹈我們會去嘗試 嗯... 那你是怎麼去接觸到舞蹈這件事情? 學校 學校開始 所以你自己有在外面學嗎? 還是就都在學校練習? 學校也在學,然後會再進去 教練到舞蹈在學校 嗯... 所以花了很多時間在做這個舞蹈的部分 王指導說怎麼學會跳舞的? 其實我... 完全...原本一開始真的完全不會跳舞 所以我剛剛看到他其實這樣子很棒 因為弟,這麼多陌生人 然後在前面表演 以前的我是不敢的 嗯... 我是需要練習很久的那種人 可是你是體育的應該 對,但是我... 應該... 因為一開始從小的接觸舞蹈 那我覺得... 要怎麼學會 我們真的都是... 在實戰這種經驗 嗯... 比如說... 每個演唱會 每個FB 然後我們就跟老師不斷地學 學... 一直學 也是算... 我現在不敢說我很會跳舞 就是... 思念 我覺得練到一點點... 嗯... 喜歡跳舞的感覺 嗯... 對... 對... 小三等一下可以好好跟... 學長請教那個... 經驗中的學習 好... 我們還有最後一位 好的... 讓我們來歡迎我們的第三位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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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先進去小圈 小圈請坐... 請坐...請坐... 喔... 他那個動力太大 他...我剛剛有點後退 你知道嗎? 就是... 就覺得他要尬舞 但... 然後... 他年紀這麼輕 我覺得他的表演因為很夠 要感受 對... 我不知道我剛剛有沒有看錯 他剛剛面對我跳舞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眼睛比較好看 好像是V-Star的 就是我自己的牌子 哈哈哈哈 是嗎?是嗎? 那謝謝支持 謝謝支持 哈哈哈哈 所以他也是粉絲啊 其實他今天是... 來請教學長 那其實是個粉絲 謝謝謝謝謝謝 他剛剛很緊張 很多今天要見到自己的偶像 對對對... 很開心表演很棒 所以你剛剛提到說 其實要站出來這樣感受 其實...不那麼容易啊 對... 那你當初一開始上台 你就...敢這樣子 開始在大家面前這樣秀 我們... 剛開始上台 當然會比較羞澀一點 但是... 慢慢的... 我那時候出道的時候 17歲 然後呢... 一開始也是都瘋瘋瘋瘋瘋的 看著別人怎麼表演 然後去學習 然後呢... 1000... 其實那個年代 但基本上... 網路... 也... 沒有到現在沒有美 對... 人家都是... 可以用手去上網 我們等於說我們看表演 要去電腦搜尋 嗯... 其他... 歌手表演 看他們學習這樣 嗯... 所以就是從看別人的那個經驗去學習 對對對... 那小孫呢... 你自己是怎麼去學到這個... 我剛開始是因為... 這裡有關一個是... 家庭這邊 哦... 有問題 嗯... 那... 每個人一開始的夢想 通常都是... 朝自己喜歡的東西去做 我覺得這一點很棒 那你喜歡什麼 你... 能夠把你的夢想當作... 你的興趣跟工作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那現在他們這麼年輕 我覺得他們喜歡唱歌 喜歡跳舞 就多去學多去看 那... 未來一定會有... 他們可以發光的一片天 嗯... 對... 我覺得要趕著去... 學習嘗試 然後要去... 觀察 因為我們很多... 我們不管是當演員 歌手 舞者 都要去欣賞別人的好 去學習 然後... 看到有些優點 我們就可以學習 然後... 可以自己去模仿 變成自己的一個特色 嗯... 我覺得這是很棒 就從別人的經驗中裡面 對對對... 嗯... 那你們對學長有問題想提問嗎 那... 就是... 在從我們素人台出道之前 就是... 等待出道的那個心情 還是... 你怎麼樣的心情 嗯... 那個心情... 因為呢... 那個心情... 因為我們沒有經歷過等待出道 我們是因為... 去參加節目 純粹是因為好玩 嗯... 然後呢... 直接出道 那我覺得... 呃... 你剛剛提到的從素人當... 轉變出道的那個... 我覺得... 最好不要等待 因為你等待有時候... 不一定會是你期望的 反而是你現在喜歡... 如果你喜歡唱歌 你就開開心心的去唱歌 不要有任何的壓力 你就喜歡唱歌 那有一天你的歌聲... 會被聽到 但不要一直覺得說 我一定要怎麼樣 你反而會... 給自己很大的壓力 我好像沒唱好 但其實... 唱歌其實... 沒有好與壞 是有沒有感覺 你自己唱得開心 你不開心 對... 就是不要給自己受限 就盡力的去唱 自己喜歡唱歌 對... 嗯... 那還有嗎? 哇... 每個人都準備了好多 我都提到你了 嗯... 每一個行業 不管是當藝人 還是做其他的工作 一定會有遇到煩惱的事情 不是只有藝人 每一個行業 每一個各行各業都一定會有 當學生有學生的煩惱 當做各行各業都有他的壓力 只是你不知道 但我覺得... 你要保持一個正面的心態 不管是你遇到煩惱 或是什麼事情 你要... 盡大心來去解決 然後要用正面的態度去面對 因為你經歷過這個事情 之後就是一個成長 每一件事情的發生 都是有它的道理 讓你去學習點什麼 今天也遇到這個困難 你先學習了 你越早遇到 你越早學習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遇到任何煩惱 或是什麼事情 都要當做是一個功課 你要去解決它 你要去用智慧去面對它 之後 回去看這些 就覺得 還好我經歷了 對 有經歷的權利 沒有嗎? 那... 你決定要當藝人的... 你家人有什麼... 反應嗎? 有啊 我媽就覺得 不要啦 好複雜喔 這個圈子 因為我們以前 我成績算是蠻好的 然後呢 媽媽的親戚那邊的小孩啊 基本上都是也是 成績都非常好 然後 我媽媽希望我一直去繼續讀書 但是我覺得 剛好有一個機緣下 我可以當藝人 然後又有機會可以 去嘗試我喜歡的東西 嗯 那一開始當然是 媽媽比較要反對一點 但後來就是 她一看到我這麼投入 這麼認真 然後也有一些成績 她也就放行 嗯... 就慢慢表現給她看說 其實是可以讓她安心 對對對 嗯... 那還有嗎? 沒關係可以 都盡量問 今天在這裡 讓你們 他們想要的樣子 那今天呢 他們也在這個牌子上 寫下了他們自己對於未來 希望想要做的事情 同時 我們的學長也有寫下了 這個未來呢 我們定了一個十年的期限 那大家其實都有寫下了自己 對於十年後 自己的未來是什麼 那我們來留說一下 你們十年後的夢想 十年後就二十... 二十六歲了對不對 對 二十六歲的時候 你希望成為... 對啊 就是一個... 很有名的全方位的人 很有名的全方位的人 那你可以問一下王子當夫在哪一條路上走 然後被發掘的 可能過去走幾次 說不定就被發掘 我覺得啊 因為我覺得現在 跟我們那個年代不一樣 對 我們那個年代是用徵選的 那我覺得現在 因為網際網路很發達 如果你很喜歡唱歌 你可以自己錄 錄完之後 你可以上傳到網路上 因為現在非常多歌手 都是從網路上啊 聽到他的歌曲 好聽 然後被唱的公司發掘 所以如果你很喜歡唱歌 我希望... 你希望可以當兩家主婦是不是 哈哈哈哈 這樣很容易難 現在呢 因為我們之前十年 這十年一直以來 都是以偶像歌手的形象 對 那... 這幾年也慢慢轉變為演員 那我希望呢 在這十年內 可以演很多戲 然後 最終還可以得到 一個金馬獎的肯定 金馬獎 那不是演個戲而已 那是演部電影 演很多部電影 很多部電影 所以希望以後可以 希望十年後 能夠在金馬獎的電視裡面 看到 王子秋盛義牛上台領獎 謝謝 好 那我們不是許願而已 我們要把它放到 我們時空的寶箱裡面 那我們請我們的寶箱出來 好 開上去之前呢 我們要先請我們的 陳副主委 以及我們的王主任 一起來替我們把這個寶箱打開 我們主委跟主任請到中間來 那其實會邀請他們上來開寶箱 的目的也是因為他們其實像 委員也是主任也是 都是我們來台北家庭莊間非常非常重要的 後盾 那所以邀請他們幫我們打開寶箱 因為他們都會 都是給我們的力量 那我們先請我們的 主委跟委員 委員 和主任幫我們把寶箱打開 好 那現在呢 邀請大家 一起把你們的夢想 放到寶箱裡面去 我們要把夢想放到寶箱的目的啊 其實是因為我們希望呢 可以藉由把夢想放到寶箱裡面封存十年後 我們十年後一起來把這個寶箱打開 來驗證看看我們這十年來 對於我們的夢想跟未來的承諾跟允諾 來我們來看中間 好我們需要看一下左邊嗎 好看一下左邊 好我們看一下右邊 好我們看一下上面那邊 小三可以再拿高一點嗎 可以再拿高一點 小三小會的也高一點點 對 再靠你自己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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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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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